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子录篇第十六章 社工问证 子曰 俊则曰 原则来 社工问证 这个曰 曰之这个字 一般念曰 那么这里是破音词 曰是念社 这个就不念曰了 这里是念社 社工 社是处地的一个地点 一个地名 如今还有社县 社它是一个县的名称 那个时候是小诸侯 那么地方不大 除大国 这个除是大国 社是小诸侯 这个小国 社靠着楚家 成天不安 处在江以南 交通不便利 文化与今日不同 那个时代又没有报纸 所以孔子周游列国 各处去宣传中国文化 孔子去社时 中国文化 对待楚比较差 中国拿楚当外国 吴 秦也当外国 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对中国文化不太懂 孔子到社 社工问孔子 有关国家的政治 孔子要到社 先有议备 孔子找知社国的政治 取理说 入国问敬 入敬问孰 入门问季 所以入门要先问姓 台府 令尊 免得换会 子曰 敬者月 远者来 敬者月 春秋列国与人民众多 国家才能强盛 春秋列国 那么每个国家呢 都是以人民众多 这个人民多 国家才能强盛 禁止本国的人 禁止止本国的人 以及边疆的人 在你近前的人 就靠近你的人 对你办的政治都高兴 才不上别的国家去 才不会移民到外国去 这个近 在本国的 或者在本国附近的 如果你政治办得好 大家都欢喜 他不会到别的国家去 原者来 别的国家的人也来 不但本国的人 他不会到外国 外国啊 别的国家的人也会来 会移民过来 正是因为设这个国家 不如此 敬者不悦 远者不来 敬本国的人 不喜欢 远的人 不来 处瞪着眼 找麻烦 那么楚国啊 看着 就是要找麻烦 找这个社的麻烦 国境日日缩小 所以孔子是对社的情况 做如此说 今日的堕胎 节制生意 闲人多 为国者 必须往远处看 那么这个是写入老神 他当年 对这个政府提倡堕胎 那么讲的也是 很沉重的话 今日的堕胎 节制生意 就 嫌人多啦 希望人不要太多 那么为国家的人啊 这个必须往远处看 不能只看眼前啊 那么现在呢 在大陆 在台湾 在其他国家 这个 都呈现了 人口老年化的问题 年轻人 比老年人少 所以 写入老人啊 是有眼光的人 但是啊 当时执政的人啊 没有他这个眼光 实施这个政策 现在呢 鼓励人家生孩子 人家也不生了 现在这个问题来了 所以这个 制定这个 一个政策啊 必定啊 要有眼光 要往深远出去看 不能只看眼前 参考一论 梁氏旁记 徐氏 转高约 某骂 除 以禅食 中国 忽子 因社公之 问 以子之 以 真 正 仙 臣子 来源 之事 而不知 方臣 汗水之间 已有不悦者 只需互处 白宫作乱 士其名正也 那么这个是血路老人 举出这个参考 一论 粮食旁计 那么这个记载 记载啊 这个处 就是要去找这个社 这个麻烦 那么呼持啊 因社工之问题指之 这个社工问了这个问题啊 那么这个是就停止 这个 以真正现指成来远之事 而不知方尘汗水之间 已有不悦者 这个方尘汗水之间啊 已经有不喜欢的人 只需互处 白宫作乱 历史上的公案 这是一个名正 好 今天我们这张书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不惠惠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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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